医生从女孩肚子里 取出10米长的大虫子 这也太吓人了 虫子是怎么来的呢 就在刚刚女孩来到医院 当医生给她伤口消毒时 女孩疼得呲牙咧嘴 可就是这正常的反应 让豪斯看出了不正常 她非说女孩是装疼 从医50年的她 根据细节 认为女孩有无痛症 可安娜并不承认 下一秒 豪斯一拐杖敲到女孩腿上 诡异的是女孩并不疼 随后医生拿针扎 也没反应 用冰水烫 直到烫得满手大炮 她还是毫无知觉 医生竟用电钻钻她的头骨 竟然也不疼 这太恐怖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无痛症呢 豪斯给她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 可女孩却不想配合 她还是不承认自己有病 于是豪斯就放出大招 她和女孩互怼 比谁对自己更狠 两人越说越激动 最后女孩怒了 说她三岁时坐在了火炉上 要不要看看伤疤呀 说着就去拉衣服 豪斯趁机给她扎个镇定计 我的妈呀 这医生竟然完阴的 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并没有发现异常 这时女孩突然浑身抽搐 体温直接飙到40度 医生赶紧采取物理降温 好不容易才把体温降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豪斯要给她做脊髓神经切片检查 助理们坚决反对 因为那样极有可能导致瘫痪 可豪斯根本不讲武德 她瞅准时机 竟拿着文件 要正在相亲的院长去签 一番言语下来 让院长在对象面前骑虎难下 只能签了字 豪斯得意地离开 可刚回到医院 女孩这边却出事了 女孩踩在栏杆上威胁医生 让医生放她出院 因为她觉得医生要杀她 原来她是出现了被害妄想症 医生极力劝阻 女孩的双腿却突然没了知觉 酷痴栽了下去 还好这是二楼 女孩并无大碍 身体只有六处骨折下身瘫痪 还伴有发烧心率 不起脑震荡 可女孩却告诉医生 她感觉很好 医生也是满脸惊讶 这女孩是可怜还是可爱 豪斯通过女孩病例 发现并不是神经性疾病 那只能是身体系统的其他损伤 影响到了神经 女孩突然感觉头痛 这让医生更加费解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豪斯决定去找闺蜜聊聊 闺蜜建议她给女孩做个火简 这时豪斯看到了桌上的三明治 直接就造了起来 你是不是有种原始冲动 总想击败别人争夺食物 这番话让豪斯想到了什么 她扔下三明治 跑到了医院 豪斯觉得她体内一定有某个东西 在和身体争抢 破坏了神经组织 要马上给女孩做开腹手术 她让助手按住女孩 然后消毒准备开腹 我的妈呀麻药都不打吗 谁知豪斯不管不顾 直接一刀下去 女孩疼得大声尖叫 豪斯直接识破她是装的 女孩看装不下去了就安静下来 随后豪斯竟然在女孩的肠道中 拽出一条虫子 足足有十米长 就是这条虫子吸食了女孩的大量营养 导致B12缺乏症 所以女孩才会出现幻觉和无痛症 之所以会长虫子 是因为女孩经常生吃海鲜 所以爱吃海鲜的朋友注意 尽量煮熟了再吃 女人告诉医生 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一只猫刚才趴在她身上 而这只猫被称作死神猫 趴谁身上谁就会隔屁 果然下一秒 女人就昏倒在地全身抽搐 可豪斯却很淡定 不仅不慢地把院长叫来 因为他觉得女人是装的 可院长发现女人小便失禁 而尿液竟然是蓝色的 这下豪斯来了兴趣 蓝色的尿肯定是装不出来的 豪斯让助手去女人家里查一查 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果然助手找到一瓶亚甲蓝 女人是养老院的一名护士 她很清楚药的用法 看来她果然是装病 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豪斯决定揭穿女人 她调暗灯光打出闪光灯 这样就能诱发癫痫 女人还挺配合 马上就开始全身抽搐 可豪斯抓起她的手瞬间露线 她果然是装的 女人请求豪斯原谅她 说她并不是无理取闹 因为有只猫预言她马上会死 她只能来求助神医 豪斯很生气 猫能预言人的生死 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 能不能编个好点的理由 说完转身离开 可第二天她直接把预言猫抱来了 说这只猫是养老院收养的 她已经预言了十几个人的死亡 而前天这只猫趴在了女人身边 所以她才来医院装病 请求豪斯帮助 可豪斯根本不相信女人的话 于是女人又拿出一盒录像带 说里面的内容 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这时女人突然浑身无力瘫倒在地 助手小黑急忙跑过去 用听诊器听过后 她叫来豪斯 说这次是真的 支气管静鸾 这是装不出来的 这下豪斯有点相信了 她开始查看死神猫的录像 女人说的没错 前前后后十几个人 都在这只猫的预言下离奇死亡 于是豪斯决定从死神猫身上找答案 她抱着猫和助手们展开讨论 有人说 也许是猫能闻出内脏衰竭的味道 还有人说 可能是猫体内有寄生虫传染给了病人 而豪斯则把猫带到了重症监护室 这里全是重症病人 她决定亲自试一试 这只猫能预言人的死亡 它趴在谁身上 很快这个人就会领盒饭 可豪斯医生根本不信 她决定亲自试一试 她推着抢救车 来到重症监护室 打开抽屉 放出死神猫开始测试 她将猫放在第一张病床上 小猫没有趴下 接着放在第二张病床上 小猫依然没趴下 但是病人手臂上却出现了疹子 一查病例患者 被猫严重过敏 豪斯急忙给病人注射过敏药 这有点尴尬了 而就在这时 死神猫却趴在三号床上一动不动 接下来就看这个被选中的脑瘤患者 能不能活过今晚了 与此同时 那个已经被死神猫预言死亡的女人 发现自己的尿液从绿色变成了棕色 助手小黑提出 女人的绿色尿液还没有完全排除体外 那么什么颜色加绿色会变成棕色呢 答案是紫色 女人感染又发尿液变色 豪斯让助手给女人做个肠镜检查 可检查结果显示并没有肿瘤 到了半夜 熟睡中的豪斯接到医院电话 说女人的后背出现了珠网状卖纹 助手认为这个女人应该活不过明天 因为那个三号肿瘤病人 在一小时前领了盒饭 说明死神猫的预言确实很准 豪斯赶紧回到医院 一边查资料 一边回放死神猫的录像寻找答案 这时死神猫走进豪斯办公室 他跳上桌子 趴在豪斯的电脑上 豪斯猛了 这猫接下来是要把我送走吗 他摸了摸电脑键盘是热的 豪斯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拿起遥控器将录像画面放大 果然找到了答案 死神猫并不能预言死亡 他只是想找暖和的地方睡觉 而将死之人一般都会身体发热 如果是日渐消瘦的老人 护工都会在他床上铺电热毯 而死神猫前几天趴到女人身边时 女人恰好正在发烧 可给女人做肠镜检查时 女人蓝尾的炎症 引发的这一系列病症 一切真相大白 猫咪并不能预知死亡 可接下来的这个男孩就惨了 比梦游更可怕的是他有幻想症 总觉得体内住着一个外星人 病床上的男孩突然腾空而起 他被远处的光吸引着 向窗外飘去 原来他癫痫发作产生了幻觉 男孩从小就坚信 体内住着一个外星人 而且还在他脖子里安装了芯片 父母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医生也觉得很离谱 让人没想到的是 到了晚上 他竟然用刀把脖子划开 要把芯片取出来 好在医生及时发现 急忙给男孩止血 可令医生震惊的是 在男孩的伤口处 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块芯片 这下医生懵圈了 第二天一早 豪斯将男孩体内的芯片取了出来 这个东西是外科手术钉 医生从男孩的病例中了解到 四年前他的手臂骨折过 就是那个时候植入的钉子 应该是手术中有一截断掉了 然后通过血管从手臂跑到了脖子 本以为把钉子取出来 男孩就好了 可男孩依然会幻想出外星人 豪斯决定再检查一下他的心脏 果然放大后 他看到有一些细胞不同步 而检查结果更让大家不可思议 这些细胞的DNA 竟然与其他部位不一致 也就是男孩身体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也太可怕了吧 原来男孩是试管婴儿 移植胚胎的时候 医生一般都会移植2到6个 当时有两个胚胎融为了一体 形成胚胎嵌合体 一个长大成人 而另一个就在他体内捣乱 也就是男孩说的外星人 接着豪斯就给男孩做脑部手术 他开始触碰脑神经 先是手臂开关 然后是脑痒痒开关 试了一个小时 终于找到外星人幻觉 只要一碰男孩就看见了外星人 脑电波也显示出现幻觉 豪斯利用这个机会 赶紧将异常细胞摘除 男孩瞬间恢复了平静 你们把外星人抓走了吗 女孩第一次下海游泳 却捡到了一个上股漂流瓶 没想到里面居然装着 早已灭绝的神秘病毒 不知情的女孩刚准备拧开盖子 结果没抓稳瓶子摔细碎 玻璃瞬间将女孩的手掌划伤 紧过3.14秒 她的伤口就变成黑色 父母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久后女孩被送往了医院 同时伴随着高烧和呕吐 医生本以为只是流感 可当得知瓶子的来历后 豪斯瞬间察觉到了不对 他怀疑女孩感染了可怕的天花病毒 因为这个瓶子是在 200年前的沉船上捡到的 而且当时船上的黑人奴隶 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虽然天花已经灭绝多年 但如果病毒藏在玻璃瓶内 理论上很有可能还存活 可由于瓶子已经被销毁 根本无法做出检测 为了安全起见 豪斯将女孩进行了隔离 并且给她的家人注射了疫苗 在给女孩做检查时 医生在她的关节处 发现了符合天花病毒感染的症状 于是马上通知了疾控中心 不过幸运的是 医生进一步检查时 又发现了大量红斑 红斑代表着什么 说明你这不是天花 然而就在这时 疾控中心的人便赶到了现场 豪斯赶紧上前解释 可对方却说 你们的防护等级太低 有什么话等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但检测结果却需要18个小时 为了尽快找出女孩的病因 豪斯来到了历史博物馆 找到了当时船长的日记 上面记录着 只有随行的黑人奴隶得了病 船长和其他人根本没有被传染 天花能够通过空气传播 他们其中一人患病 所有船员应该都被感染 就在豪斯满脸疑惑时 女孩父亲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异常 我的天啊 此时男人双眼通红 鼻子不受控制地喷出鲜血 显然这是天花必毒的症状 疾控人员马上将男人隔离 短短几个小时 父亲的症状就超过了女儿 院长健壮下令封锁医院 女医生惊讶地发现 女孩的双脚并没有出现泡疹 说明女孩可能得的不是天花 可父亲的症状又完全符合天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染的源头明明是女儿 可病毒怎么会传染给父亲呢 豪斯听完瞬间想到了什么 原来男人之前患有肾癌 虽然当时治好了 但是免疫力比较弱 而天花疫苗里含有少量的牛痘病毒 所以男人可能是那时候感染的 牛痘病毒发病和天花相似 好在这种病毒的致死率低 只要及时注射干扰素 就能迅速缓解 豪斯顾不得那么多 快速冲进了病房 随着干扰素被注入体内 男人慢慢有了好转 但他体内的器官已经衰竭 这种情况无法进行手术 虽然豪斯拼命抢救 但男人还是离开了人世 现在无法确定男人是不是死于天花 疾控人员拒绝放豪斯出来 而防护服的氧气只能坚持四个小时 如果真是天花 豪斯就真的是BBQ了 这时女医生注意到 日记记载着船长养了一只猫 负责吃光船舱的老鼠 可诡异的是 那只猫离起死亡了 并且身上的毛发也全部掉光 显然猫是被老鼠身上病毒感染的 但老鼠不会携带天花 唯一的可能就是立刻刺体痘 而这种病毒是可以被治愈的 需要查看男人的身上 是否有一块黑色印记 就可以判断是什么病毒 可疾控队长害怕担责任 他们只好赶在销毁尸体前 让豪斯检查尸体 疾控队长上前阻止 可豪斯根本不鸟他 一番寻找后 在上面发现了一处交加 之后女孩被注射了对症药物 也慢慢恢复了正常 病毒危机也终于解除 失去的人却再也回不来了